我們來看 失婚熟女像阿嬌 好棒喔 對不對 這錢真的好糟糕喔 她好辛苦 對不對 她一個人養孩子 她這個男朋友對她超好 我那天跟她上個結婚 她沒有幫她捲髮捲 而且跟她求婚 那天就這樣 我們上了節目就現場 只能沒有來 可是用花跟她求婚還一個戒指 害我那天心情好壞 恭喜她 但是我自己心情好壞 其實像這些藝人我們都會 所以妳把頭髮捲了 我們也沒辦法幫妳上髮捲 妳是為了妳的手下結婚 就要怎麼捲 因為每人也像 我覺得很多人會覺得 比方說阿嬌好了 會可能會覺得說 哇 那她可能主持很多節目 要追她可能很難 那我看到她 最後她跟小八歲的攝影男友 我就想到馬世莉 她的男朋友對不對 也是一樣 導播嘛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不是每個人她藝人 尤其是在這個圈子打滾酒的 馬世莉的男朋友是導播 導播啊 年紀也比她小 不是車子的品牌吧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在這個圈子打滾很久的女藝人 她的眼睛就會越來越高 其實沒有 沒有 但有時候真的看緣分 你剛講懷孕 我相信子媗這個孩子 真是帶財了 要不然你看前面那段婚姻 其實她傷很累累 而且她的身體狀況也不好 然後回來台北之後 你看跟劉志翰 劉志翰又是圈內很有名的 一個種嘛 就是說單身貴族啦 大家都覺得這個男人不錯 很優秀 但是他們現在共組家庭蠻不錯 而且重點是這個故事高潮起伏 就是說 子媗在懷孕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爆出來 就是說其實她之前就有一個孩子 那志翰也能夠接受這個孩子 這不容易 對名女人來說 有孩子這個狀況 要這個男人要蓋瓜承受 你知道嗎 其實她不是只有一個妹妹 是要蓋瓜承受這個女人的家庭 那她的孩子 她的身體狀況不容易 可是你知道嗎 這種男人這種行為 表示真的愛這個女的 但是演藝圈 我覺得看多 我們看她的機率 大部分失婚的男藝人 她都留戀於青春的肉體 對啊 一哥對不對 女朋友年紀越來越小 鄭靜一啦 那你說那個沈先生演時 之前被拍到也都是拉美長頭髮這樣子 但是反而女生我覺得 她們在乎真的是那個肩膀 對 就是有一個依靠 甚至不一定要結婚 但是將來是不是有人幫她 修個水龍頭啊 掛個花叉頭 可是身為我覺得 這一些名女人 或者是這一些 OK 像冰冰這樣 那個 所以現在她可以找到這個男人 我覺得非常祝福 其實他們都失敗在一個事情上 他們都 基本上這一代現在走 就在場面上紅的人 年紀都有一點 然後都來自傳統的台灣社會 所以他們的想法 其實基本上非常保守 就是一定要那個男人是三高的 你懂我意思 那個財力要不錯 然後至少也要OK 雖然不見得比自己有錢 然後一定要OK 比較高 學歷各方面 然後他們不太可能去 用另外一種方式去尋求愛 那麼這一些三高的男人的話 就像你剛剛講的 他們去找青春的馬鐵 他何必去服侍你一個同年齡的女人 除非說真的是感情產生 所以因此我覺得這些名女人 或者是這些有成功的女人 才會這麼難找到一個伴侶的理由 其實關卡都在自己身上 可是我覺得有些因素也是媒體 那個表格一做出來 有時候會有點難以看 有時候媒體好像故意把他們 讓她兩極化 對 其實何必呢 其實我舉個例子 像之前我有一次跟某位女藝人 在錄影的時候 因為一個話題 大家就雙方有不同的意見 後來錄影完畢之後 還繼續在爭執 然後我記得那個話題就是說 女藝人的眼睛就是 就是一定要門當戶對 或小開這樣子 結果後來我就講說不會 我們就講到 我說像楊玲 楊玲也跟記者在一起過 對 然後我就跟她講 我說你看人家 之前也有這樣子交往 然後後來我就問這個女藝人 我說今天如果是我追你的話 那你覺得呢 你可以接受嗎 我說你靜下心來想想 後來她靜下心來聽的時候 她說其實好像也可以 為什麼呢 她房子也有了 車子也有了 然後房子呢 錢多到自己買完還不夠 她還買給她 父母還買給她 哥哥還買給她 就全家都套到一人併應 她真的她想一想說 好像這時候真的缺的 就只剩一個肩膀 對啊 其實你講對了 對 那因為我打個唱 因為這個女藝人 到底還是沒有男人 我說如果你能夠把你 就是李老師跟 李若嘉剛剛講那個有沒有 三高的政策給摒棄掉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還是有很多男人 是你可以選擇的 我也算一個 而且你還毛遂自見 可是我當時在辯論 在辯論 後來經過那一次辯論之後 她現在完全想法不一樣 什麼三高 最後肩膀還是最重要的 她還是能夠接受 可是男人就不一樣了 男人你怎麼跟她講 她都沒有辦法 拋棄青春肉體的優惠 沒有應該這樣講 我看過很多幸福的 我們應該跟白冰冰 現在這個男朋友股長 你看 他們兩個同歲 然後她沒有去找一個青春的肉體 而找一個 白冰冰真的是個知心提己的一個人 對 我跟你講 你們是沒有近距離看過冰冰姐 也白泡泡有名 白泡泡有名 白泡泡有名 然後她有一個女朋友會掉入一個陷阱 就像熊姐這個悲慘的故事 我想提醒大家認識 這個精彩的故事 但是我跟妳講 我們看起來很悲慘 我只要講就是說 其實之前 孝萱也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陳孝萱 對不對 那她以為這個男生 就是完全是單身報哥 後來才發覺跟他女朋友 根本沒有分手 然後會搞得很難看 前夫還出來說 你為了孩子著想 你要怎樣 你懂那種受傷的心情嗎 我又不是故意這樣子的 我只是拍戲的時候 那男人對我特惠備至 你不能怪我 可是當事情爆發的時候 沒有人去譴責那個男人 去譴責這個失婚的女人 說 你為什麼眼睛不睜大一點 你有沒有搞清楚 他沒有跟人家分手 你為什麼要介入人家的婚姻 你有沒有顧到小孩 對孝萱不公平 我覺得不公平 真的不公平 但是情何以堪 其實你知道嗎 她不過也真的就是要一個肩膀 很多演藝圈的人 我在這邊真的覺得 像我們那一代的藝人 那時候大家經濟很不好的時候 每一個都在養家 你知不知道 除了買房子給父母 養兄弟姊妹之外 每一個都在養 從來都沒有給自己買一個名牌包 我是真的 今年我想通了 女人要變聰明 一個女人如果能夠過這個情關 你一輩子就幸福 女人不一定要 因為男人他愛你 老公愛你 你才快樂 還有你第一次婚姻失敗 人家會覺得因為年輕嘛 我二十歲就認識我前夫了 對不對二十幾年 然後分手 第一次失敗人家會覺得 熊姐真的是蠻白癡蠻笨 我也承認 第二次 我這次第二次失敗 有人會說 被騙一次 第二次 好 兩次對不對 等我如果再錯誤第三次 人家跟你死後 所以 我絕對不要再第三次被騙 但是我的條件 就像剛剛鍾博講的 我也不要三高 但是你要是真心的 可是 預期啊 可不可以有一個建議 開玩笑 我可不可以有一個建議啊熊啊 我覺得 還有除了你剛剛的那個辦法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什麼 就是把男人當點心 真的 為什麼你啊 你覺得你兩次的挫折就不能 吃完 蛙蛙嘴 你就走了 剛剛 真的等一下 你為什麼覺得你兩次的挫折之後 你就不要第三次呢 對不對 你好像覺得 這個很丟臉 可是 只要你不把愛情放成是這樣子的 水深火熱這樣 你把男人當點心嘛 那麼你就下一次再下一次 你越練習越熟練 你就可以很好地來亨斗感情 可是點心吃不飽 點心吃不飽 你滿心吃米其林的正餐 然後把男人當點心 女子之餘就是隨意享用的意思 本來就是啊 老師 剛剛中國說了一句話 什麼 你不看三高我就有機會了 他的意思是我比較矮的意思 真的有質感的女人 會選我不會選她 因為我是有深度有內涵的 所以你放棄三高的話 你現在幾分啊 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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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放棄三高 我去收一收 不如更了解你的男人 所以從在交往當中 知道她的睡姿 去更了解她的個性 那麼從她的個性量 她才沒有看見睡姿啊 會問啊 會了解啊 如果男人是許睡的 他是屬於自我自大的 希望別人配合她的睡 怕著睡的 如果這種男人必須要了解 我必須要以柔克剛 如果男人是側睡的 手又在枕頭下面的話 代表思文有理謙和肯學習 如果男人是側睡的 但是手呢 跟著臉頰黏在一起的 代表他有自信心肯努力 他願意接受錯誤的 別人對他的批判 如果你的男人 男也都是這樣說在一起的 代表他這個人什麼 這個 他這個安全感不夠 而且報復性比較強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男人他的腳有沒有 睡的時候一高一滴 一高一滴 代表他容易大驚小怪 愛發牢騷 碎碎念 那麼你了解他 你就不會怪他 他是先天的個性 如果他是整個 躺著這樣睡的人有沒有 代表他這個自由自在 熱情洋溢 有的男人是這樣 頭放到後面的 手還會馬 代表他有智慧 細心體貼 代表他有謀略 有男人睡覺腳這樣比較少 像這種擺個二郎腿這種的 比較少 或是腳重疊 代表這種男人有沒有 他比較自裂 安尿急 不是 自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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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種的我也聽錯過 這種的把棉被蓋在臉上的 那是這樣 出外落落大方 在家 惶恐驚訝 柔弱 沒有資訊 所以大致上是誰 美人 我可不可以請問一根問題 還有老師現場給我的意見 如果現在有比我年輕的追我 到底可不可以 當然 盡情享用 親愛的盡情享用 而且那個男人 在比你年輕的狀況之下 他才能夠在各方面 當一個好情人 那妳傳真進來 告訴我們 您贊成 35歲以上都有希望 沒有 妳覺得熊姐應該怎麼選擇 好不好 妳還想 我們下一次來討論 好不好 好 才分進來 我們到時候會做一個跳舞 好不好 OK 好 終於晚安 幫我們去